随着疫情高峰过后风控松绑 中国民众也从疫情期间的云健身热潮 逐步回流到实体的健身房 看准这波异红商机 健身房业者不仅针对杨康克群 设计专属的课程与产品 加入会员的模式也更趋弹性 我们把它做成是月角的付费 客人如果不想使用 他可以随时解除合约 第二个创举 可能在一般的健身房里面 对于私教课的这个部分 客人想要上私教 必须要额外付费 但是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把会员 只要每一个月 缴了一个固定的年费 月费 我们可以让他免费 上我们的这些私教课 健身房教练也发现 过往民众要胖了才会运动 现在则变成一种良善的习惯 大伙健康冻起来 教练设计的课程 也要与时俱进 朝多样化迈进 我们现在有专门的 课程研发的团队 然后我们会根据 大家特别是杨国之后 会有一些恢复类的课程 像一些身心疗愈啊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 课程设计也是比较有挑战 我们需要更科学的原理 更好的音乐 更好的气氛 去带大家来完成我们团体课 或者是一对一的训练 健身房业者表示 尽管疫情过后 民众的消费确实相对紧缩 购买金额血减不少 但他们仍看好 疫后的强力复苏 加速推出各类型的会员方案 强占新运动商机 庄设计者吕嘉荣 北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吕嘉荣